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待节之谜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1.海底的失落之城亚特兰蒂斯的谜团 水下的幻影 寻找亚特兰蒂斯的线索 最莫的传说亚特兰蒂斯的现代探索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海底的失落之城亚特兰蒂斯的谜团 亚特兰蒂斯听起来就像是从古老的地图上 飘来的一缕神秘的海风 带着言分和无尽的谜团 这些人失落之城自从柏拉图在他的对话 路中首次提及以来 就成为了无数探险家 历史学家 幻想家 乃至阴谋论者心中的白玉梦 今天让我们穿上虚拟的潜水装备 一起潜入这个古老谜团的深海中 寻找那边永远一世的土地 但别忘了 我们的潜水艇是由幽默和学术构成的 所以请确保您的笑点和好奇心都调至最佳状态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亚特兰蒂斯的官方解决 根据柏拉图的描述 亚特兰蒂斯是一个位于大西洋之外的岛屿 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和技术 但因为其居民的道德败坏 最终在一夜之间沉入海底 被海水吞沫 听起来就像是古代版的泰坦尼克号 不是吗 他们连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都没有 自柏拉图以来 关于亚特兰蒂斯的位置和真实性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 有人认为他位于今天的加纳利群岛附近 有人猜测他隐藏在南极大陆之下 甚至有人坚信他就藏在百慕大三角区的某个桨卧 和失踪的船只飞机一起开着排队 当然这些都是没有确凿证据的猜测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享受这场历史与想象的盛宴 有趣的是亚特兰蒂斯的故事在不同的文化和时代中 被不同的解读和利用 在某些时期 他被视为对理想国家的追求和警示 而在其他时候 他则成为了新时代运动和各种阴谋论的灵感来源 可以说亚特兰蒂斯是一个文化变形金刚 能够根据需要变成任何形状 尽管经过无数次的探索和研究 我们仍然没有找到亚特兰蒂斯的确切位置 甚至无法确定他是否真的存在过 但也许这正是亚特兰蒂斯吸引人的地方 他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是对未知的渴望 对完美社会的向往 以及对人性深处好奇和探索的体现 最后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找到了亚特兰蒂斯 我想那一定是因为他的居民终于决定开放旅游 或者是他们在海底发现了未发信号 不管怎样亚特兰蒂斯的故事提醒我们 有些谜团或许永远无几 但正是这些谜团构成了人类文化和历史的丰富多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水下的幻影 寻找亚特兰介绍一下的幻影 亚特兰蒂斯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盛大派对 邀请了所有的神秘与奇迹 但最后却忘了告诉我们地点在哪里 这座传说中的岛国据说在一夜之间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有下了无数的探险家 历史学家 甚至是幻想文学爱好者对其下落的无尽猜想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潜入这片水下的幻影 寻找亚特兰蒂斯的线索 但别忘了带上你的幽默感 因为这场探险可能比找寻家里丢失的遥控器还要困难 首先 我们得从亚特兰蒂斯的首次亮相说起 这个故事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对话目中提出 他描述了一个理想化的国家 由于其居民的道德败坏 最终遭到了神的惩罚 整个岛屿沉入了大海 柏拉图的这个故事本来可能只是为了阐述他的政治哲学观点 却意外地开启了后人对这个失落文明的无尽追寻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亚特兰蒂斯的故事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和想象 有人认为他位于地中海 有人猜测他隐藏在北海的某个角落 甚至有人惊信他就在南极大陆下面 这就像是古代版的沃尔多在哪里 只不过我们找的是一个整个岛屿 太险家们的热情从未减退 他们利用现代科技 如卫星摇杆 深海潜水器等高科技装备 试图揭开亚特兰蒂斯的面纱 然而直到今天我们找到的最接近亚特兰蒂斯的东西 可能还是海底的一些骑行惯状的岩石 或者是被海水侵蚀的古代遗迹 有趣的是 亚特兰蒂斯的故事也激发了人们对海洋的想象和探索欲望 它成为了无数文学作品电影 甚至是视频游戏中的重要元素 激励着我们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即使这个世界可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 最后寻找亚特兰蒂斯的过程 其实也是一种对人类历史文化乃至我们自身的探索 它提醒我们 有时候旅途本身就是最宝贵的财富 即使我们最终没有找到亚特兰蒂斯 但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学到了更多关于古代文明的知识 加上了对地球的理解 也许这就是亚特兰蒂斯最大的魔法 所以下次当你在海边散步 看着波涛汹涌的大海 不妨想象一下 隐藏在那边深邃蔚蜚蓝之下的 可能不仅仅是海洋生物和沉船宝藏 还有一个等待我们去发现的神秘世界 但记得回家的时候 别忘了找到那个遥控器 谢谢小六子的讲完一下车门一下查完 这些小六子的介绍一下成功的传说 亚特兰蒂斯的现代探索 亚特兰蒂斯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古代版的失落的瓦尔多 自从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录中首次提及以来 无数的历史学家冒险家 甚至是周末的沙发探险者 都在试图解开这个谜团 亚特兰蒂斯的故事 实用它 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高度发达文明的传说 更是关于人类对未知的永恒追求的象征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基础知识 亚特兰蒂斯据说是一个位于大西洋的岛屿国家 由于自然灾害或者道德败坏 具体原因取决于你问的是哪位历史学家 最终沉入海底 柏拉图描述的亚特兰蒂斯是一个理想国 拥有高度发达的政治军事和文化 这让后来的人们对其充满了无限的想象 现代探索亚特兰蒂斯的尝试 可以说是一场充满希望与失望和失望的冒险故事 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海底探索技术的进步 寻找亚特兰蒂斯的热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每隔几年就会有人声称找到了亚特兰蒂斯的确凿证据 从加勒比海的巴哈马群岛到地中海的圣托里尼岛 再到南极州的滨下湖 亚特兰蒂斯似乎比比萨斜塔还会旅行 其中最有趣的一次尝试 可能是有人声称通过谷歌地球发现了亚特兰蒂斯的位置 这位沙发探浅家发现了大线来大线来海底一些奇怪的线条和图案 坚信这是亚特兰蒂斯的遗迹 结果经过科学家的仔细分析 这些神秘的图案被证实是船只脱网捕鱼时留下的痕迹 看来亚特兰蒂斯并不打算那么容易就让我们找到 尽管如此亚特兰蒂斯的传说依然吸引着我们 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失落文明的故事 更是关于人类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体现 每一次寻找亚特兰蒂斯的尝试 都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一次冒险 即使最终没有找到亚特兰蒂斯 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对人类知识和能力的一次挑战和扩展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有人声称找到了亚特兰蒂斯 不妨带着一点好奇和幽默的心态去看待 毕竟在这个寻找亚特兰蒂斯的长跑中 享受探索的过程或许比找好终点更加重要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亚特兰蒂斯这个古老的失落之称 作为一个神秘的谜团 一个神秘的谜团一直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心和探险精神 从柏拉图的描述到现代的探索 我们一直在追寻这个古老文明的下落 但目前仍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尽管如此亚特兰蒂斯的故事依然激发了我们对未知世界的想象和探索欲望 亚特兰蒂斯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失落文明的传说 更是关于人类对完美社会的向往和对自身的好奇心的体现 它在不同的文化和时代中被赋予了不同的解释和意义 成为了一个文化变形金刚 可以适应不同的需求和观点 虽然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找到亚特兰蒂斯的确切位置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追寻和探索 亚特兰蒂斯的故事提醒我们有些谜团或许永远无解 但正是这些谜团构成了人类文化和历史的丰富多彩 所以让我们保持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继续在这片神秘的海底中寻找答案 好了话题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希望它能够激发你们对亚特兰蒂斯的想法和观点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对亚特兰蒂斯有什么独特的看法 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一起来探讨这个古老谜团 感谢你们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